洛杉矶时间2月16日至17日 迪士尼中国年2019中美艺术巡游节 在被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的迪士尼乐园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北京箭头享老50家艺术团的得意双心的艺术家们 精彩现意 与美国多族裔民众共庆中国新年 分享中国文化 16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萍及夫人陈卫 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文化领事王锦的陪同夏 与迪士尼乐园现场娱乐部副总裁Matt Canover 迪士尼大中华区市场与营销总监邓庆龄 北京箭头享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维群等来宾们一到 欣赏了50家长者们带来的丰富多元 具有地道中国味的节目 艺术家们为大家演出了民族舞 中国武术太极拳和太极扇 非物质文化遗产抖空竹等节目 收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和特别喜爱 掌声雷动欢呼不止 演出结束后 张平总领事与艺术团成员亲切合影 并与迪士尼乐园现场娱乐部副总裁Matt Canover 互赠特色礼品 每逢中国农历新年 迪士尼乐园都会邀请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 演出团体与民众欢度佳节 也为中国文化名仰海外推波助澜 到迪士尼这儿来参加中国的春节的庆祝活动 感谢我们这些大多数都已经退休的老同志 他们为促进中美文化 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这种友谊发挥作用 因为他们的表演非常精彩 另外我也想感谢迪士尼乐园 他们多年来就是尤其在春节期间 邀请我们中国的各方面的演出团来进行表演 那么我想对于许多中国来的游客来说 看到中国的一些演出会感到非常的亲切 同时也向美国的这些游客传播了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 促进中美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 也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随着世界游客 特别是中国游客到访迪士尼的客流量的不断增加 园区方面也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 为中国的迪士尼粉丝们贴心准备着惊喜 因为中国的客群现在逐渐的越来越多 我们对中国的客群到来这个迪士尼乐园 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食物 我们会针对的可以给中国的客群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我们也会慢慢的展开出来给大家 当天的演出是北京箭头 降老50家的艺术家们 首次赴美国迪士尼进行表演 在节目的甄选与编排上 也是非常用心的贴近美国主流观众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艺术审美 这一次到迪士尼来做中国的文化年的表演 大家都是非常兴奋 而且现场也很活跃 也得到了各方面迪士尼重信 相互的之间的密切的配合 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非常圆满 今天来到迪士尼 大家伙非常兴奋 通过我们这个表演 我也看到了咱们美国的观众很热心 而且为我们热烈的鼓掌 表示对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表演的结果也是一个认可 这点呢我们也是感谢大家 感谢这个观众 同时我们也感谢武林家 剪斗想老集团 给我们提供这次一个机会 也感谢迪士尼呢 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同一天当晚 迪士尼乐园还专为参加演出的 艺术家们举行了庆祝晚宴 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主任 武宁 美国鲍尔博物馆馆长 施六秀之等贵宾 艺术团表演者及家属 三百余人共襄胜举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